大家好 很多花友喜欢 千叉繁殖一些利螺 最关键的还是选择 枝条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选择怎样的枝条 千叉下去就能活 而且长根冒芽特别快 这些枝条非常凌乱 可以选择两种枝条 比较容易成活的 第一就是 利螺顶端的枝条 带着新芽的 因为利螺是非常好养护的 一个 植物 带着新芽牵插 也能成活 而且长根冒芽非常快 这些是顶端的枝条 第二个就是 选择带有枝根的枝条 把这一段牵插到土壤里面 这个枝根 等过段时间 它就会变成新的根系 这样长根冒芽就非常快了 剪的时候 花友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哪个是头 哪个是 底部 这些是底部 我们打算是插到土壤里面去的 顶多留一片叶子 起到光耗作用 更有利于它 长根 冒芽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清插用到的枝枝 我选用的 我选用的是芝食 这些是盐液芝食 健康 保水性非常好 力水性非常强 而且呢 它的保湿能力非常好 用来切插 是非常容易长根冒芽的 把这些剪好的利罗切插到 枝枝里面就行了 插的深度呢 我们插稳就可以了 这些带有七根的 直接插到 土壤里面去 这些呢 是带有 顶端仙芽的 也是把它插到土壤里面去 然后呢 给它浇透水 浇水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添加一勺快速生根粉 一勺兑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种生根粉呢 含有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 和中微量元素 干、心、蒙、铁等等的 能促进 这些扎碎呢 爆发式 长根 把它浇透就行了 扎插好的利罗 把它放在 通风良好的环境下 每隔两天就要查看这个砂质 保持湿润 叶片呢 保持湿润 更有利于它掌根和冒芽 好了 花园们 繁殖利罗选择这两种枝条呢 掌根冒芽非常快 好了 再见